2016澳門銀河娛樂國際馬拉松賽道介紹 馬拉松賽事將於12月4日早上六時正起跑 賽事的起點設於澳門運動場 運動員在起點起跑後 經由運動場的馬拉松出口離開 向右轉於體育路出口左轉 並於運動場道右轉向東亞運大馬路 到東亞運街與東亞運大馬路交界 左轉重新進入東亞運大馬路 經東亞運圓形地右轉進入海洋大馬路 經海洋花園大馬路 跑手將會跑進加洛比總督大橋 跑進澳門半島 經加洛比總督大橋隱橋到阿瑪拉前地 左轉入澳門商業大馬路 左轉入何鴻新博士大馬路 途經雅民湖畔 左轉入孫逸仙大馬路 於科學館方向 途經觀音像 並於觀音像前折返後 重新進入孫逸仙大馬路 向西環大橋方向 進入何鴻新博士大馬路 進入何鴻新博士大馬路 左轉入民國大馬路 右轉入孫逸仙街 經馬各廟 左轉入西環湖境大馬路 至西環湖境大馬路 與西環大橋隱橋交界處折返 上西環大橋隱橋 經由西環大橋返回毯仔 經東亞運圓形地 進入東亞運大馬路 由東亞運大馬路 右轉進入蓮花海濱大馬路 經西堤圓形地及海濱圓形地 至和俠圓形地 右轉入石牌灣馬路 於金鴻南岸紅棉路入口前折返 經和俠圓形地 右轉重新進入石牌灣馬路 於石牌灣圓形地前折返 經和俠圓形地進入蓮花海濱大馬路 經緣路回毯仔 途經澳門銀河 途經澳門銀河 蓮花海濱大馬路往右轉 於解放軍軍營前折返 右轉進入學院路靠左線 於學院路左轉入體育路 馬拉從第二圈開始 第二圈路線與第一圈路線基本相同 左轉入運動長度 再右轉入東亞運大馬路 到東亞運街與東亞運大馬路交界 左轉重新進入東亞運大馬路 到東亞運圓形地前折返 於東亞運大馬路 右轉入蓮花海濱大馬路 如下路線與第一圈路線完全相同 於蓮花海濱大馬路往右轉入 望得勝武灣大馬路 於解放軍軍營前折返 右轉學院路靠右線 再右轉跑進澳門運動場內衝線 路程全長42.195公里 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旅程 成功挑戰極限 旅程